好,棋手出現了 棋手出現,那… 沙圈前應該到那裡也就惡了 那一集就開始進入了 好,紅旗一輝2017年的 有馬紀念賽馬斧開始進入了 一集… 好,這個很棒 全場的馬迷大部分都出來了 好,開始進入了 剛才看到山勝最強的應該走過去 其實出去未必能看到 因為日本的地方是平的 好,東營青霸,意識甜羊 密奇飛,皇后寶介 好,一直拍著的主角 北部園區也進入了 中間是七色線 外檔那隻是高尚進入 好,北部園區 競賽生涯的最後一戰 他進入了閘 他已經排外檔了 李建皇官,文雅之士 李建皇官入閘有些… 好像跟平時有些不同 李建皇官 好,終於完成了 只剩下外檔那一隊而已 基靈迷宮,萬賴曾鳴 好,萬賴曾鳴 好,也進入了 2017年的友馬紀念賽 進入了閘,起步了 起步的時候 就出得比較快一點 當北部園區應聲彈出 然後中間意識甜羊 都在前面來 然後還有東營青霸 白蘭那邊是山勝最強 皇后保戒,大約在45位 然後當埋來的馬 還有基靈迷宮 放不出,組斷慢了一點 然後還有千古傳眾 埋蘭那邊 還有這隻複雜滿圖 跟著的馬還有七色線 密奇、非盟雅之士 度得比較厚一點 暫時電口 姜未裂走 和萬賴曾鳴 度到最後 好,第一次進入直路的時候 鏡頭拉遠了 但帶頭都是北部園區 帶了多少 當埋來意識甜羊 守著第二 鐵蘭第三 山勝最強 過幾碼位後,外檔機靈迷宮 継在第四位 拍著內檔皇后保戒 然後東營青霸 然後千古傳眾 外檔是櫻花帝王 內檔複雜滿圖 後些位置還有李建皇冠 然後馬才看到密奇、非 外檔是高尚進入 暫時望空 在內檔那邊有複雜滿圖 後一點位置才是薑未裂酒 和七色線 現在看到密奇、非就想玩一點 然後是萬賴曾鳴 暫時墮後 墮到最後 這時薑未裂酒已經是 去到轉彎時 帶著14米徒程度 北部園區帶著一個馬位 附著第二位 還意識甜羊 鐵蘭第三 山勝最強 然後附著第四位 機靈迷宮 接著還有皇后保戒 然後才看到內檔千古傳眾 外檔上的東營青霸 中間是櫻花帝王 然後才是高尚進入酒惡蝶 埋藍那邊 才看到複雜滿圖 然後是李建皇 皇冠文雅之士的May 4 May 3、7色線May 2、一彌其飛 包緊尾仍是姜美裂酒 大約還有1000米徒程度 前面帶頭 還有北部園區 這時仍是 這隻意識甜羊 一直在外檔跟著他 守著第三位內檔的山勝最強 這隻機靈迷宮一直在外貼第四位 然後是皇后保戒 貼著藍千古傳眾 走出外檔的東營青霸 然後外檔的高尚進入也上了一點 再跟著內檔 然後才慢慢移出去 就櫻花帝王 然後文雅之士在外檔也開始加速 在後一點位置還有密奇飛 打架萬雅爭鳴 內檔是李建皇冠 進入最後直路 前面帶頭還是北部園區 外檔的馬看看是誰殺上來 挑戰他 現在還是跟著他意識甜壤 內檔那邊山勝最強 是在路騎 外面上來就是文雅之士 他在200米時 前面還有北部園區帶著兩個馬位 看來有隻三水追上來 這就是文雅之士 高尚進入也有點瘦了 但前面北部園區還有過幾馬位 還有過幾馬位就到了 那張第一名是北部園區 第二名是高尚進入 以及內檔的皇后寶 當然是影響少了瘦了 第四名是外面一路上來 衝了一段就沒甚麼 應該是文雅之士 北部園區勝賽大金戒 有馬紀念賽,剛榮退役 其實才沒有封 也成為日本的蔣金王 其實有些機會高尚進入追倒 不過是受了 最關鍵時,文雅之士也壓過去 結果是皇后寶戒 李武華今天高尚進入追倒 也是退役後跑了金牌 不是兩匹馬 再看一次,這就是關鍵時 高尚進入受了 這裡文雅之士有點內占 他有點壓過去 結果被北部園區走掉了 但高尚進入有機會拿回第二 要拍照,2、3、4都很近 第三名就要拍照 看看是文雅之士 或是皇后寶戒 先到線就不用說了 北部園區贏了 第二名,會否是高尚進入高一點 這裡下去,看看最後一條線 裡面是皇后寶戒 外面是第四名,似乎文雅之士 第二名,皇后寶戒 是皇后寶戒 即是一隊跑完退役的馬會 高尚進入很可憐 對,第二名 第三名,第四名才是文雅之士 高尚進入高尚進入三 好,無論如何 北部園區就是你有你阻礙 我一點也不會阻礙 一直操控步速 真的,他倒轉 第三、第二、第一 在這場賽中 因為他的機靈迷宮慢了 也沒有人攪拾他 好,北部園區光榮引退 國際馬壇 繼高地之舞光榮引退後到他 七勝一級賽 七勝一級賽 澳洲平均 這籍真的難得好馬 都是日本最高獎金的記錄馬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歌劇 高尚進入高尚進入第二 放下了,真的有點不值 那裡瘦了 我看來杜滿來賽後也有些事情 要聊天 我想… 因為壓了很多隻 我看他抄牌的機會很大 而且你聞一下芝士 如果那些位置走那麼多 我覺得也很困難 他想發力的時候 我看到布民已經頂住他 先頂住他一點 帶他入籍後,他的眼睛閃閃 結果就干擾到其他對手 不過沒辦法,杜滿來跑中山 他是喜歡這樣跑的 沒辦法 即是彎到赤盡 也沒有那麼厚 但他太厚了 他跟上年阿里無說 你看到光鑽在這裡放了一個漂亮的位置